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有一些人也跑到我的粉絲業去幹掉 我說真的 隨便你們 对 我的立場是什么 我这么多年以来表达得非常的鲜明了 不管是反核的立场 对不对 很多的立场我表达很鲜明 我不跟你打模糊仗的 我不跟你打模糊仗 当然我也不希望台海两岸打起来 打起来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 好不好 都没有什么好处 那回到今天的这个内容 你看到 对不对 昨天上升跟香港恒生指数 也都跌满惨的 昨天南韓跟日本都影响到 为什么 因为飞弹不会长眼嘛 但是呢 今天下午 对不对 我们这个裴洛西 对 议长 他就要飞出台湾了 那当然接下来一些什么制裁什么等等的 我说真的 你本来跟中国都要做生意 你就好这样的觉悟嘛 对不对 不然你就去当中国人就好像黄安一样啊 对不对 就不要再回来台湾这个市场了 你不要再以为说 我们假设给台湾的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讲一堆 不然就学林伯峰嘛 对不对 政府就要说什么 他一定唱反调 好不然就学林伯峰好了 林伯峰也是个例子啊 非常好的例子 那我们先不讲这些了 我为什么告诉大家机会来了 投资朋友 为什么 对不对 你今天我在收盘前看到这则新闻了 这12点9分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其实金融慢慢恢复稳定了 你从金城银就看得出来了嘛 大家知道金城银的老板 戴承志先生 是我心目中首须一指的老板 我当时跟大家推荐金城银的时候 金城银股价才19块钱 我说我看到一则新闻 金城银跑去跟金管会申请 大股东的四格 他想要买超过10%以上 你看蔡天璋家族 蔡天璋的金城建设 他是不发鼓励的 但是金城银他很敢发鼓励 今天新闻写的嘛 这不是我跟你吹嘘的 资本市场回稳金城银7月份的获利 登上一年的高点 7月份税后0.56元 我们帮他鼓掌一下 因为他真的是会经营 他真的是会经营 我也跟大家讲过 受险 如果你喜欢有受险股的 趁反弹出一出 因为一定反弹 受险禁止第三季 如果还没有 对不对 如果美国的这个 如果美国的升息 如果升到4%5%的话 第三季一定大反转 那一反转一回来 新闻前很多利多的时候 你记得要走 你换进做商营的嘛 金城银玉山金 对不对 有些都不错 中信金也还OK 好不好也还OK 你不要在那边搞那些 以受险为主体的 我说真的 如果当初 银野良请我去当顾问 对不对 当然不会有这种事情 我会叫他不要买南山人寿 明明南山人寿 你让国泰 你让富邦去买就好了嘛 他们一定会去买的 你躺这一个浑水干嘛 对不对 大家也知道 银野良是个红顶商人 他真的不需要去躺这个浑水 就你看现在 有人算过啦 你知道润泰新 润泰权 润泰权哦 根据他们的会计原则什么 市价法弄一弄之后 净值在5块钱 5点几 5点17 那净值5点17 你发完鼓励就剩多少 我不知道那净值5点17 是发鼓励钱还是鼓励后 如果是还没发鼓励钱的话 对不对 发5元现金的话 发完了剩0.17哦 那是要怎么 我请问你 对不对 那是要怎么 对不对 你们不太懂得经营涉嫌业 你这样会经营的去经营嘛 对不对 没有这个必要啦 好不好 没有这个必要 再来你看到 投资朋友 昨天收了一个很长上影线 很多人问我 我说你们怎么都不去看财报 第一季的财报 1.97 我都很觉得很意外 但是如果你看到是业外就知道不意外 它有什么廉价并购利益 还有一堆的 我说看到这种廉价并购利益我都想吐了 有人肚子太好哦 东西稍微不给你 稍微不给你哦 做这个事情啦 真的很少有这种事情 当然有时候也会有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呢 投资朋友 你昨天追败高点的 上影线就算了 今天继续死 是谁跟你讲说盘不好都会涨生计股 我请问你 没人这样跟你讲吧 就算是涨生计股 你做错还是一样死嘛 投资朋友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跟你讲 明吉 我是跟你讲 获利衰退那么多 1.97变成0.78 对不对 主要是因为业外嘛 业外83变1嘛 对不对 差别很大 本业当然多赚啊 为什么 这些做药局的 跟药局有关的 他本业在上一系并很好 为什么 你去药局买快筛啊 欸 泰博上半年赚二十几块耶 你有看到这么离谱吗 对不对 但是 我要跟你讲是这个 机会来是这个 一样是生计股 这档股票 是我在2021年3月份 2021年3月份 3月8日建议会员获利了结的 当时单卖在117 因为开盘就涨停板 因为开盘就涨停板 这家公司事实上我过去 我应该从2020年就在看这家公司 我发了很久的一段时间 对不对 那当天我记得没错 有个券商报告 目标价提高到148元 后来没有到我不知道 但是呢 2021年3月8日到现在为止 对不对 已经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了 它今天的股价 以我的卖价 对不对 还差了多少 差了十几% 它跌回来了 它跌回来 而且怎么样 又多跌了十几%下来 我告诉你什么 这档是老朋友 我准备8月中旬以后进场 最近很有意思 这间生计股很多都有利空 对不对 昨天你看到这一档股票 叫什么泰福 前天啊 泰福事实上之前我跟他讲过嘛 对不对 它就什么生物相似 要TS05效果很好 美国要来茶场啊 怎么样怎么样 新闻写一大堆 股价怎么样 股价拉到天上去啊 拉到七十三点 七十三点几嘛 我刚好在 前线百分百 跟大家谈到 最近比较强的这个股票 但是我没有推荐大家买泰福 因为我回台南一趟 我爸跟我说啊 我朋友说你推荐买泰福 我说不是 投资朋友请你看清楚 天地良心啊 其实我只讲两档股票而已 一档叫做药华药 一档叫什么 叫共性 那一天节目继续看 对不对 五月份嘛 我就讲药华药第二月 第二月我推荐共性啊 就这样子而已嘛 但是很多人都乱看啊 因为我讲完之后 的确没有错 我讲完之后 涨停板的还真的是太糊 对不对 我好会涨 但是你看看 所以不要自己乱拆 真的不要自己乱拆 真的要赚钱 跟着我们操作 这档股票 它今天不但跌破我去年 三月八日卖的价钱 甚至还怎么样 差了十几% 但是我却告诉你哦 我八月中旬以后准备进场 我在先前跟大家讲过了嘛 要还是要 我们可能不会再进场 除非它跌很多 对不对 还有第二档生计股 我准备100元买的生计股 还没到 它就每天跌 很好 太好了 每天跌都跌一点点 一次跌 够到我们去买嘛 好不好 这是第三档 我今天意外发现到 我今天收盘前 我也跟我的研究员通了电话 我问他一下现在这档的状况 我大概能够了解他的状况 而且我知道接下来说不定 因为他也是新药股 他说不定就是药华药第二了 这说不定 说不定 那我先不跟大家讲什么 因为这是我去年三月八日卖的股票 那时候新闻写的多大 还有那个券商 帮哪个券商 目标价148 也好贵我没贪心 对不对 我不贪心啊 我出了 我出了之后整理很久 事实上今年年出又拉了一波 但现在怎么样 已经跌破我当初的卖点 而且还差了十几%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明天股价一定破百了 就往下破了 对不对 但是我却告诉你 今天是8月3日 8月中开始 我准备开始买 好不好 我准备开始买 请你注意我的动作 好不好 当然昨天最大的消息 就是裴洛西来台湾 我也特别看他飞机降落啊 什么等等 对不对 看完我才去睡觉的 很多人不同意见嘛 你看一些不同意见的 你到我的Facebook上干狗 都有 他不应该来 来来迎往台海安宁啊 然后这个仇视中国什么等等 我说真的 谁在跟你仇视中国 我们超爱中国的啊 清零政策多好啊 我这多赞成习大大 活到500岁 然后一直连任到 连任到那个好几世纪以后 我们全面赞成啊 对不对 我们全面赞成啊 那你们那些人来这边骂什么 我才不懂 对不对 不过不重要 昨天裴洛西来了 而且真厉害 昨天来到已经下榻饭店 大概可能11点多了 他今天早上据说6点半就出门了 好像可能几乎都没睡啊 80几岁的人 真的是 昨天你看到他走路的样子 一点都没有老太隆中的感觉 对不对 那当然没有错 对不对 然后当然这些什么实弹 都让今天早上的台北股市 对不对 都下了半死 没有错啊 现在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有人的看法跟我一样 就看四十七四到一万多点那一段 对不对 我也跟大家讲 昨天讲过我们国际财务管理的故事 我讲过非常多次啊 我今天就不多讲了好不好 对不对 但是也有人的看法 是认为从七千多点 跌到四十七四那一段 每个人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但是我告诉你 对不对 其实政治性的利空啊 是比经济上的利空 还简单解决 他们比库存过剩 库存需要消化还简单解决 而且速度还比较快 对不对 而且现在大家知道哦 如果我们不给中国大陆晶片的话 中国大陆就完蛋了 你说不会啊 那个成熟制成的晶片都不会完蛋 那先进制成的呢 对不对 你说他们有那个中心已经开始量产七奈米啊 用生殖外光就可以做了 你就再做嘛 我看你能做多厉害 对不对 我看你能做多厉害 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去跟曲伯上节目 曲伯说啊 除非中国大陆偷到一台EUV的机台进去 他一偷到的话 他就可能把它封绑出来 可能只需要三年到五年 对不对 但目前为止以美国的禁令来讲的话 中国一台EUV机台都不能买 难怪啊 难怪艾克曼毛起来 不是 难怪那个打理由毛起来在放空 放空的艾斯摩尔 就艾斯摩尔也没有跌啊 对不对 那当然这些实弹这东西 这留给什么关键时刻那些节目去分析啊 但你看到嘛 对啊 为什么今天跌航空股 你都弄成这样子 万一军演 实弹军演插枪走火的话 是不是坐飞机变很危险 好在最近我们要坐飞机出去玩 我倒是有朋友跑去泰国玩了 因为现在泰国还满方便的 对不对 泰国好像也不用检疫啊 不用什么的 昨天我就跟他讲早安 他说关琴我人在泰国啊 我跟他开几个跟泰国有关的玩笑 就祝你一路顺逢了 就这样跟他讲完 对不对 当然你看到 培洛西榜台 中国大会今天涨什么 还在涨军工股 好嘛就涨军工股好了 好不好就涨军工股 对不对大家怕的是什么 会擦枪走火嘛 对不对你怕我怕 你说我怕我怕擦枪走火 我当然怕啊 对我当然怕啊好不好 昨天的进百家食品嘛 今天你看到什么泰山啊对不对 甚至你看到有些公司已经开始输成了啊 什么公司 中国明德时代输成了啊 他现在说什么 可能要推延北美建厂的计划宣布 他本来要投资50亿在北美建厂 对不对 然后你看 今天最夸张的新闻这个 当然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新闻的时候他没有说为什么 有不少人在7-11的电视萤幕 开到这个东西叫战争贩子 菲洛西滚出台湾 就跟那些来骂我的人一样的立场嘛 对不对 但是白狼他们 这可能是厂商拖拖 或者是被骇客入侵我们不知道 那7-11说可能是被骇客入侵啊 对不对 可能被骇客入侵我们不管啊 不过你看到这些企业为了钱 纷纷在表态 好在我们没有在经营企业 对不对我们投资 我们找好的股票投资就好了 好不好 你看为了钱 这些企业在表态了 我昨天才开这个玩笑 其实统一不会被禁为什么 如果你禁止统一的话 是不是等于你赞成台独啊 对不对 这个有不当联想 统一是不会被禁的啦 对不对 那回到今天其他的这个消息 像昨天马斯基 昨天涨2% 他再生全年财色 他又告诉你 他本来跟你说下半年就比较不好了 他现在说不是不是哦 海运市场要延后到第四季才回归正常哦 之前跟你说下半年就不行了 不要说到第四季 为什么 因为全国供应链堵塞啊 导致运费上涨嘛 对不对 从下半年会不好 到变地势才会不好 结果你们台湾的 台湾的海运股 我觉得真的很冤枉 当然这可能跟最近的政治盘有点关系 对不对 这可能跟最近的政治盘有点关系 但是呢 我想当初跟大家讲 拉回来你干嘛不买 八字头的长龙 八字头的阳明 我当时跟大家讲我们在苦战 对不对 大家在那边嘻嘻哈哈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一次的阳明跟长龙 我可是带会员参加出席的 对不对 那个16块 那个20块 我们是放到口袋里面的 你要拿去再买股票我也没意见啊 对不对 因为我87 81块 又各叫买进一次了嘛 对不对 你要拿去再买股票我没有意见 你要拿去吃的大餐我也没有意见 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好不好 只要你开心就好了嘛 对不对 这个很好笑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以为是什么东西 结果是迷你雅铃啦 我们误以为是按摩棒一类 就不是 是迷你雅铃 我跟大家声明 我们这个节目不带色情的 好不好 他是迷你雅铃 对不对 那当然就给大家看马士忌啊 什么等等 这个新写很多 但重点在于我跟大家讲 长冬雅铃本来是价值投资嘛 对不对 那也包括你看到 我们是没带会员买世界先进 但是我一直对 先进的股价 我觉得他很委屈 真的很委屈 对不对 应该说法人给的目标价 尤其是台湾这一个 凯基证券给的目标价 真的是太过太过离谱了 我讲过很多遍了 对不对 结果人家 他的预估跟法律预估差不多啊 单季赚快三块嘛 2.9几嘛 2.94嘛 上半年赚了5块多 第三季谨慎 不用他讲我也知道 立基店都讲过了啊 连店也都讲过了嘛 对不对 结果大家不要忘记了 在7月份第一个礼拜 凯基投顾 他去把世界先进的目标价看多少 看42元 什么时候不砍 这时候才砍 而且是从115砍到42 你怎么不早点修正呢 这些人真的是很可恶 那个什么核我不知道 不是现金核啦 然后研究人叫什么核 我会跟他讲 现在凯基投顾的研究员 很多是博士 Posupon呢 跟王博一样都博士啊 对不对 我们都不好意思得罪他们了 7月初 写这种报告 跟你讲世界先进看42元 对不对 然后呢 对我们阿南河 捕刀 捕刀王 阿南河 我再给你一刀 我说真的 世界上最不需要的是什么 马后炮 对不对 但是当时 在7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就是凯基投顾的报告出来之后 第一个礼拜 我帮飞环三首官写的时候 我就为世界监禁感到非常地委屈啊 对不对 疫情前股价落于50到70元之间啊 你是怎么样还要再跌是不是啊 对你拉长来看嘛 投资朋友我没有乱讲吧 对差不多嘛 60块啦 均价大概60块上下嘛 疫情前就在这边 是疫情的关系使得说 它那些需求什么 PMIC什么需求 全部都拉上来了 股价来到100多啊 160 150啊 当时每个人都是给你拍一拍手 哇 星星好赞 好棒好棒 然后跌到60块 65块不是60哦 跌到65块 凯基投跟你说看42啊 有没有很要求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嘛 对不对 上半年5.39 下半年就在挂蛋 它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个是我从Google Info 抓出来的本益比合流图 对不对 它过去经验告诉我们 它本益比很少低于14倍 你知道吗 14倍啊 结果现在本益比几倍 各位位数啊 上半年5.39 现在股价多少 这股价70块吧 是不是 70 收盘还不到70 69.7啦 69.7啊 有够可怜 对不对 真的有够可怜 我刚刚讲了嘛 疫情前的价格区间 我说50到70嘛 平均价大概是60块 这部分很可能是一个铁板价了 虽然我没有带会员去买世界先进 但是我觉得是铁板价啦 你能要真的要跟凯基投股一样看42吗 那你说它这个42会不会到 说不定会到 如果景气大幅衰退 对不对 明年从今年可以赚到5.39 变成明年变成赔5.39 那跌到10块都有可能啊 但我觉得那是另当别论啊 好不好 再来我们刚刚看到 对不对 什么您就是在说延后投资了 这些动力电池啊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真的很厉害 对不对 你看到宁德时代比亚迪 对不对 中航理电 国宣高科 这应该全部都是 中国大陆的理电池厂商吧 反正你光看到宁德时代跟比亚迪 这两个相加就多少了 这两个相加的这个市占率啊 就已经46%了 等于全球超过一半的动力电池 都是来自宁德时代跟比亚迪 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 我真的很希望台湾能够起起直追 不是在那边玩比 不是比嘴炮而已 对不对 有些公司嘴炮说我要做固态电池 真的有办法做起来吗 我不知道 但是做磷酸离铁可能比较简单 对不对 这我当初讲过了嘛 我说你现在讲电池股 我现在不跟你讲美琪马 美琪马还有包括康普了 为什么 你美琪马康普你是做的赢 对不对 你做的赢是什么 这个德方纳米吗 你做不赢啊 德方纳米人家是中国大陆超级领导厂商 他有95%在做磷酸离铁 在做那材料的 你在做什么 你在做硫酸膩 还不是全部用在电池呢 还用在别的地方呢 对不对 你差人家差远了 所以我们只能寄望这三家公司 红海台泥跟台塑 能够集起直追嘛 加上我也跟大家讲 其实你很难得看到台塑这么好的价格 对不对 你很难看到 其实这个更好 为什么 因为售嫌把它砍到多少 砍到84.2 砍到我朋友都来问我 台塑现在是要怎么看 台塑好啊 对不对 你问对人在那乎乎乎乎吗 如果电视面要做起来 不会只有这个价格 那今天台塑还有新闻 台塑去打入太阳能电动车供应链 这个大家自己参考就好了 对不对 他们现在能够做电池 包括磷酸铃铁电池 也是台塑现在要发展的对象 这新闻很有意思 大家自己去看 我圈起来部分自己去看就好了 因为时间不够了 剩4分钟了 对不对 时间不够了 铃铁电池有铃铁电池的好处 铃电池有铃电池的好处 像台泥那个热群充电站 它用铃电池嘛 它用能源科技的铃电池 铃电池有铃电池的好处 对不对 那我们讲的 今天早上连线有跟大家讲的 你要去买面板我挡不了你 但是如果是我 对不对 我会宁愿去买什么 我会宁愿去买长荣扬民 因为他还有赚钱 对不对 那当然今天台达电影很厉害 他真的是少数在这一次的法说里面 跟你讲说他公司还是很好的 下半年还比上面好 每一家包括连欣欣以前中文在讲大话的欣欣 现在没有讲大话 其实以前都讲实话 对不对 连欣欣都告诉你下半年跟上半年持平 但是台达电却告诉你 他下半年比上面好一些 而且他告诉你的重点 就是通膨有点掉下来 材料成本比较便宜了 他毛利率会提高 对不对 投资朋友 不要说我每一次讲除能就只会讲什么 就只会讲2308 投资朋友 我不是只会讲 人家真的是好公司 你五年后再回来看 如果你还抱有财答电的话 我相信你会感谢我 就跟你看到 对不对投资朋友 建策啊 你看到建策也是一样啊 这党股票我们投资超过三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2019年就在买建策了 2021 22 对不对 我们投资超过三年以上的时间 我们投资到富邦人寿都卖光光了 我们还在投资啊 对不对 长线才是赢家嘛 好不好 长线才是赢家嘛 那这个都不讲了 这个裴洛西要来台湾的事情 对 别讲了 对不对 这个我们讲过的 我看的是什么 47是往上那一段 有人看的是7000往下面这一段 有人看的是这一段 对不对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好不好 昨天期货75到85点 今天我没赢啊 今天大概是0到-10点 为什么 我们今天是14650 660买 14650出 其实收盘拉到14675 我只要再晚出30分钟 我们今天就小赚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控制一下风险嘛 我们不去赌明天的 对 明天开高或开低 那整个7月份的操作 我讲过了 差一点点 差五点而已 差五点而已 有点可惜啦 不过没什么关系 重点是赚钱 不要可惜不可惜 8月份期开得胜 今天是0到-10点 对不对 很好做得到啦 知道今天最高 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4727 当时正在想说 要不要call 卖出的时候 哇 掉下来的速度真的是很快 来不及 不好意思 对不对 来不及 不好意思 但是我跟大家讲 这是我们坚守的原则 只做当冲 不读行情 金利是金利币 你不用准备电脑在那边看 看这个看指标 不用 全部按照我的call讯 我说买就买 我说卖就卖 停损设哪里 就把它设哪里 对不对 绝对是实实在在的操作 没有天花乱醉 跟你亂讲 好不好 不是 你就亂罗我先 好不好 不是亂罗我先 那这些我们就不多讲了 这个 我讲过的 除了要花药以外 我还有一档生计股 准备100元买 真的快到了 他每天跌一点 每天跌一点 已经跌到 有些买在高点的人 已经停损了 为什么 因为他题材是明年的事情 你那么早买干嘛 今天才八月份 你上个月去买 才七月份而已 看也知道会下来嘛 对不对 我们还没进场 对不对 还一堆分析 一堆 会员问我 我说你不用挤 你是我的会员 我抠买进的时候 你跟着买就好了 时间还没到 对不对 东风还没来嘛 那刚讲的 对不对 老朋友 这也是八月中左右进场 这两档都是生计股 我不是趁着大家一头肉去买 我趁大家忽然又忘记他们的时候 我再回收来自用 好不好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我们的超值专案 建议大家换股操作 对不对 无痛换股啊 如果每档会再跌的话 你换股更没有痛苦 对不对 集中火力 好好的跟着我们这个超值专案 一起来操作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接下来 解决 计辑 人会 在禁止 的 旁边 这个 沉 道